主席,各位同仁,出国在外,跟旅行团跑行程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行程冲促,每个景点都只能走马看花,而且自由活动时间少,也因此自由行方案成了国人旅游的另一项首选。 所谓的自由行,就是旅行社协助民众订购机票及住宿,在当地的行程就由个人自由安排,较有弹性规划的空间,对于想进行深度旅游的民众是一大胡音。 由于极高的自由度,自由行在国人出国旅游方式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选项之一。 但国内法规却没有与时寄进,对于自由行旅游的保障仍然不足。 日前就有民众爆料,因为日本地震买到的第一架北海道团,就在旅游警示灯由红色变为灰色后,航空公司一试抽调已经订好机位的自由行旅游,将机位卖给公团的旅游,以赚起价差。 旅游方面表示是由于航空公司机位超卖两百多个,所以要求自由行旅游以违约方式解约,并依法赔偿30%的费用。 但事实上,航空公司将其机位转卖给公团旅游,一个转卖的机位扣掉赔偿金外,还能赚进数千元。 而且对方还暗示找消机会、消保费也没有用,因为依法已经赔偿了。我想请教消保费像这样的规范保障的是谁? 而且虽然现行已有国外个别旅行地形化企业,但是单纯的自由行旗家酒服务,也是目前国外旅游的大众之一,且没有提供完善且全面的保障。 我期望政府能适时依据民众的需求改善规定。 据了解现在选择自由行的民众,人数占了总出国人数,近市城,建议消保费,能汇同交通部,观光局等。 疫情拟定符合自由行的旅客,定型化企业,才能同时保障消费者旅行社及航空公司的权益。 甚至于将来,我们要从大陆来的自由行旅客,我们也可以订定一个规则,能让他们能够在台湾非常自由自在的旅行,享受,来报道的风光。谢谢。